幻想演员Paul Brackley 你最想合作的人就是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 過了這麼多星期 Wonder Vision 的結局是沒有反派沒有大家 沒有驚喜 而原本最令人期待的Pietro 沒搞錯的話其實都只不過是 Westville 其中一個原居民 而當初Arnus 提及的老公也是他 而他有可能是Agent Wu 在第四集所講過那位失蹤的證人 還有我個人覺得Alvin Petersen 的Quicksilver是非常好看 如果只是出來下串一兩集 就會有點浪費了 我希望以後也有機會見到他繼續演出 如果勉強要說的話 可以利用X-Men Future Past 的形式穿越過來 但他要幫他們想個原因的就是 可能合約問題還沒談到 而我覺得整套劇最好看的打鬥戲 就是幻視對白幻視 當幻視再次被人捉住 額頭拿一粒寶石的時候 這次他就成功用穿頭避開了 然後幻視就在圖書館問了一個哲學題 如果一架船 不斷將原本的零件換走了 直到已經沒有所有原本的零件 那這架船還是不是原本的船呢 而如果將拆掉的零件 再重新裝陷的話 那又是不是同一架船呢 這一條複製人道德體 考起了白幻視 然後幻視就用他剩下的Mindstone能力 激活了白幻視的記憶 然後白幻視就飛走了 奇怪的是 幻視只不過是聽Darcy說完一次以往經歷過的事情 其實他傳送給Vision的記憶來源是來著哪裡呢 本身白幻視就擁有這段隱藏記憶 還是這段是Wonder賦予他們的記憶來的呢 而漫畫的白幻視 同樣都是擁有記憶而且沒有了感情 這個估計也是新故事的開始 而很清楚見到天建局的繁合金追蹤器 是會找到兩個源頭的 即是說Wonder可以憑空製造繁合金出來 而Agent Wu又再一次被Scotling的小魔術救了自己 他打電話給一位FBI的朋友Cliff 我會在影片下面製造一個傳送門 有興趣可以按進去看看資料 有個小彩蛋就是這位速遞員 重複地說同一句話 Don't shoot I'm just a messenger Don't shoot I'm just a messenger Don't shoot I'm just a messenger 然後Activar就證實了這本書 就是之前提及的Dark Hulk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有機會涉及到地球始祖的魔法師Cathone Dark Hulk裏面所有內容都是他寫的 而一直有人懷疑至聖所沒有的那本書 就是這本Dark Hulk 而Activar也有提及到Scarlawich的能力 比子尊法師即Dr.Strange還要更加強 那為何Dr.Strange這麽大件事沒有出場呢 難道智聖所都發生著某些事 而在Wanda的家人趕到之後 咦這不是超人特工隊3WandaVision 而Tommy的這個快速搶槍動作 加上帶起的這頂帽 動作就跟當年的Quicksilver一模一樣 還有另一個致敬動作位就是 Wanda從身後的心靈控制 跟他剛剛在Age of Ultron出現的時候 招式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而Wanda最後都正式成為Scarlawich 而透過這句說話 Artiva也算是Wanda的師傅 值得開心的是Artiva最後並沒有死 只是失憶變回了一個繁交鄰居 希望快點在下一個作品見到你 然後Wanda最後有跟Vision提到 她的出現是因為Wanda看內的心靈寶石碎片 那是不是又代表Captain Marvel看內 都是有空間寶石碎片呢 而提到Captain Marvel Scarlaw的人終於找Monica 而明顯就是太空上的Lick Fury想找她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Captain Marvel 2的一個伏筆 我想看Captain Marvel 2的原因是 因為我想快點見回這隻貓 如果你們都是一樣的話 就在下面按個Like 而去到最後第二個彩蛋 Wanda已經好像Doctor Strange那樣 可以做出一個分身出來 她讀的這本Dark Hole 應該是學著一些很厲害的黑魔法 跟著的故事應該就是一年後的Doctor Strange 2 而在這條片結束之前 我也想說說其實我幾喜歡這套劇裡面的演員 希望在其他系列快點見回你們 之後下一套劇 Vilcon and Winter Soldier 我都會做一些講解 各位大戀喜歡的就給個Like Subscribe Share 我們下次見